开箱之后会有这两个偏键和主机 主机第一部装的是B 压式空气 把我们的电源线接到我们的插牌上面 插座也可以 但是这个插座的功率必须达到2500W以下 这两个整理好了之后 然后 我们把它插到我们的 仪器上支带的USB口上 然后注意这个里面是有电池的 如果没有电池最好找到电池把它上进去 要不然可能不能操作 这个里面也是有电池的 当这些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气农胶发生器 这个气农胶发生器 我们收到之后是一个独立包装的 口倒入我们的溶液 如果我们是测绿化蜡的话呢 我们在里面注入1%浓度的绿化蜡 然后呢注入到这个刻度线的位置 这里会有一条刻度线 最佳位置 OK 把它加好了之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装到仪器上面去 把仪器上面的上支架拿起来 上支架拿起来之后呢 会发现这里面有4根管 它的管子上分别有编号 比如说这两根是绿化蜡的 下面还有两根呢 是DOP的 那DOP是用来测油性的 那么这个管道是更油性的气农胶发生器 来运行的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只用绿化蜡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绿化蜡的 首先把绿化蜡的气农胶发生口 给它接上去 通过这个避风圈 然后通过这个卡口 它卡住 好 拧紧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根绿化蜡的进气管 把它插这里面去 注意一定要插进去 没些感觉到它插进去 好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上支架 注意这个管子不要憋住了 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管子 下面这两个管 我们如果不用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对折起来 然后呢 用用渣弹或绑袋把它绑起来 就我们不用的话 我们就把它绑起来 如果我们用的时候呢 要用这个油性管路的话 我们就需要 接上我们油性的气农胶发生器 然后把这两个管路 按照上面的这个方式 接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的话 我们就把它绑起来 OK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到你心里面就可以了 开机之前确认这个机体开关是 你顺势整理一下 效果它是弹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先开电了 这个按钮是开启电了 然后这个时候同时可以开启我们的仪器电源 好 开启电源之后呢 发现这里会有蓝色的光 同时呢 我们先调一下我们的压力 那在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这个总调压阀我们是调到0.35兆化 当这个压力调好之后呢 打开我们这个柜门 首先第一个调节阀 我们叫夹具调节阀 它主要是给我们的夹具 提供一个压力 来密封我们样品 那么这个调节阀 我们一般调到0.3兆化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是DOP的气龙胶发生器阀 它是给DOP的溶液产生气龙胶的压缩系体 那么这个阀呢 我们一般要把它调到 一小格差不多是0.03的样子 这个阀调的时候一定注意啊 如果当你发现这个阀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首先应该逆时的方向旋转 把这个压力完全降到0位 才开始往上调 如果你直接降下来的话 它不是真实的压力 好降到最低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顺时的调 调到一小格的位置 OK 调到0.03的位置就OK了 其他的运化纳和压缩空气也是一样 调到0.03的位置 先按下这个开关 让这个阀具给它压下来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软件 双击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软件界面 但是有一些用户可能会遇到 打开软件之后 就是进不了这个界面 或者说它没有通讯 没有通讯的现象就是 这两个数据都是0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需要打开我们的计算机 找到第一盘 然后呢找到第一个服务文件 双击打开 然后呢首先运行一下 卸载一下服务软件 它会提示你是否继续按一下空格 然后再安装一下我们的服务 按一下空格 当你安装完成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软件了 打开软件 选择绿花蜡 当你选中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灰色 选择绿花蜡 选择绿花蜡 代表我们测的是绿花蜡的实验 如果DOP的话 选择是DOP的 我们暂时选择绿花蜡 然后我们要测试之前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进行空测 空测的话 这个夹具 确保它是压下来的 怎么确保它有没有压下来呢 我们看下面有个状态 有一个夹具 有一个排水 有一个PLC状态 正常时候呢 如果夹具是抬起的时候 这个夹具上面显示是红色 那夹具这个位置显示红色 证明我们是不可以测试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点击运行 停止 是没有任何 没任何反应的 所以一定要确保夹具 是在绿色的正常状态 我们才可以运行 当我们测试样品的时候呢 国标规定的 我一般有两种选择方式 第一种是 30振发 第二种是85 同样一个样品 用85和30去测的话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32测出来的结果 会明显比85的要大得多 更是用85流量测 因为85流量是我们国家规定 鉴定你这个材料是否为KN90 或者95或者99的标准 都是用85的 32的流量是为要规定说你测到多少 能够定义为90或者95的绿料 我要是没规定的 只有85流量有 所以我们选择85流量测试 先讲一下这里有个设置参数 85代表的是我们的测试流量 10秒钟的间隔代表的是我们10秒钟 读一条数据 120秒代表是我们一共测试两分钟 就测试120秒 OK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我们先空测三次 点击运行 在点击设置之后呢 我们应该调节一下 在我们下面刚有个波队状的流量器 我们把它完全关掉了 我们应该把它逆时跟方向旋转 让它上升到10升的位置 OK 让这个浮纸上升到10升的位置 可以呀 然后呢这个时候每次进行空测 我们一般要空测三次 那空测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看什么呢 主要看上游的颗粒素 我们空测的目的是 为了把上游的颗粒素 那它稳定的 保持在我们的要求范围 一般我们是在3到10万之间 作为我们这个仪器的正常的颗粒素 不像这种情况 它还是上不来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时间停止 停止之后呢 我们找到 绿化蜡的这个调节阀 把它压力适当调大一点点 然后呢 同时这个气溶胶的这个旋柳 我们主要通过它来调节我们的粒素 如果说比较小的话 我们把这个调节阀的旋转是大 如果说比较小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粒子素明显上升 明显上升 我们正常是把粒子素的调节在 3到10万之间 当然这个粒子素是也可以根据里面的标准 自己去 进行调节 但是我们出厂的话 建议的话是在3到10万之间就可以了 当你发现你调节 因为一切刚到的时候呢 调节的时候这个粒子素肯定不在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空测看我们粒子素到底在哪个范围 你会发现我刚调节之后 它的值是非常大的 它这个片大也只是我们公司推荐你用的粒子浓度 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上的标准来进行调节 好现在基本上是在16万左右 那16万左右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旋钮再给它拧紧一些 一般我们调节这个旋钮的幅度在30度左右 就是角度30度 然后再进去拆下 大家注意看 在我们正常测的时候呢 除了调节上游粒子的主要是以0.3通道为准啊 除了调节上游粒子数字外 我们还要看一个参数就是过滤效率 在空测的时候呢 我们理论上它的过滤效率应该是0的 但是你会发现它还有3%左右的过滤效率 正常来说当我们平衡之后呢 这个过滤效率的值应该是在5%以内的偏差 我们认为它是合理的 5%以内它是合理的 但是正常调节好之后呢 它的平常应该也就3% 2%的样子 好 我们现在要测的它的稳定性 继续给它空测 我们要测到连续的两次测试 它到最后面就是说第1112组的时候 它的粒子数是相就是它两次接近的 打个比方我这一次测试结束之后 它的粒子数是稳定在等一下应该是在5万左右 那我下次测它应该还在5万左右 我们就认为我们调节的粒子数是达到稳定状态的 在稳定状态同时 我们也要观察它的过滤效率是不是在我们偏差的5%以内 过滤效率过滤效率都要在5%以内 像这一次测试跟我们上次测试最比 因为上次测试的时候 它也差不多是5万左右 这一次基本上也是稳定在5万左右 让我们认为它的粒数已经调节稳定了 调节稳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测样品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数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它的偏差是0点几 就它的过滤效率偏差差0.5不到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调节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可以进行药品测试的 按一下开关 把容喷住 平稳的放到我们的夹柱下面 按一下夹紧就ok了 如果要测试口罩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把平面口罩给它剪开 两边剪开之后 再把它平整的放好之后按一下 ok 按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行测试了 进行 像我们正常测试的时候呢 一般要进行两次测试 第一次测试作为适量调节 第二次测试才作为我们最终的结果 好第一次作为适量调节 所以呢我们再测试第二次 测试完成后呢我们就点击报告 然后呢根据你的需要填写相关信息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生成出我们的报告了 好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导出来 如果你要打印机的话 可以接打印机直接打印 那如果说没有打印机 我们可以右击导出PDF 可以把它转换成PDF格式 放到桌面或者任意地方点击保存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桌面上 找到了我们的刚保存的文件 可以打开看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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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